发歌的上海滩 没错 就是吕良伟周润发和赵雅芝这个版本的上海滩 是几代人的回忆了吧 此剧让周润发和赵雅芝家喻户晓 扮演丁丽的吕良伟的演艺生涯也开始了新篇章 谁能想到许文强周润发和丁大力吕良伟 两个人只差一岁呢 如今几十年过去 吕良伟和周润发已经到了花甲之年 不过周润发到底经历什么 明明跟吕良伟只相差一岁 却看起来相差了20岁 63岁周润发和62岁吕良伟 周润发确实像60多岁的样子 然而吕良伟却像个40多岁的中年人 两个人的脸 可以用打针脸和自然脸形容了 那真的不是一个级别不能比的啦好吧 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出 虽然周润发打扮时尚 穿着得体 但毕竟满脸的皱纹是隐藏不了的 尤其是眼角的皱纹 已经深深陷进去了 宇良伟却像吃了防腐剂 整个人依然不减当年的风度 英俊潇洒 看起来最多也就是个40多岁的中年人 身材也保持得相当好 跟韩根古天乐合影 看起来像兄弟阿网友调侃 63岁的吕良伟给敬老院送温暖 被60的老大爷拍着肩膀说 谢谢你小伙子 看着吕良伟和周润发的差距 网友们不仅感叹 吕良伟保养的真的太好了吧 如果说他没打针 真是让人再想不出用什么办法 还能保养的这么好了 不过话说回来不管他是打针还是用其他方法 总之 就变成了不老传说 曾经的上海滩 没错 就是吕良伟周润发和赵雅之这个版本的上海滩 是几代人的回忆了吧 此剧让周润发和赵雅之家喻户晓 扮演丁丽的吕良伟的演艺生涯 也开始了新篇章 谁能想到许文强周润发和丁大利吕良伟 两个人只差一岁呢 如今几十年过去 吕良伟和周润发已经到了花甲之年 不过周润发到底经历什么 明明跟吕良伟只相差一岁 却看起来相差了20岁 63岁周润发和62岁吕良伟 周润发确实像60多岁的样子 然而吕良伟却像个40多岁的中年人 两个人的脸 可以用打针脸和自然脸形容了 那真的不是一个级别 不能比的拉好吧 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出 虽然周润发打扮时尚 穿着得体 但毕竟满脸的皱纹时隐藏不了的 尤其是眼角的皱纹 已经深深陷进去了 吕良伟却像吃了防腐剂 整个人依然不减当年的风度 英俊潇洒 看起来最多也就是个40多岁的中年人 身材也保持得相当好 跟寒跟古天乐合影 看起来像兄弟啊 网友调侃 63岁的吕良伟给敬老院送温暖 被60的老大爷拍着肩膀说 谢谢你小伙子 看着吕良伟和周润发的差距 网友们不仅感叹 吕良伟保养的真的太好了吧 如果说他没打针 真是让人再想不出用什么办法 还能保养的这么好了 不过话说回来不管他是打针还是用其他方法 总之 就变成了不老传说 62岁吕良伟遇上63岁周润发 网友 自然老去和保养过度差距好大 娱乐圈里有几个传奇人物 现在我们谈论的是63岁的周润发和62岁的吕良伟 两位大哥也可以说代表了一个时代 当他们年轻的时候 他们给我们带来了许多非常杰出的作品 现在看看这两个人 他们都很老了 脸上已经布满了皱纹 但是他们看起来仍然像那个时代的老大 最近 周润发和吕良伟出现在一个活动中 我们可以发现周润发确实老了 尽管他的精神仍然很好 但粉丝们看到他脸上的皱纹后也哀叹时间的流逝 然而 细心的网民也发现了一个特点 那就是周润发和吕良伟差不多大 但是为什么吕良伟这么年轻 62岁吕良伟遇上63岁周润发 网友 自然老去和保养过度差距好大 熟悉他们的人也说实话 事实证明 吕良伟经常给他的脸注射药物 并使用大量的保养产品来达到目前的效果 每个知道真相的人也感到很无助 毕竟 男人不是女人 这些瓶子和罐子的实际使用有损于大哥的形象 62岁吕良伟遇上63岁周润发 网友 自然老去和保养过度差距好大 相反 周润发 这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即使他老了 他的精神状态仍然很好 这样的兄弟看起来更有男子气概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周润发 我可以想象 尽管这些年来胖哥已经变老了 但每个人的脑海中都会出现英俊赌徒的形象 62岁的吕良伟 会见了63岁的周润发 网民说自然衰老和过度保养之间有很大差距 周润发自然衰老 而吕良伟过度保养 62岁吕良伟遇上63岁周润发 网友 自然老去和保养过度差距好大 娱乐圈里有几个传奇人物 现在我们谈论的是63岁的周润发 和62岁的吕良伟 两位 两位 也可以说代表了一个时代 当他们年轻的时候 他说的 他们给我们带来了许多非常杰出的作品 现在看看这两个人 他们都很老了 脸上已经布满了皱纹 但是他们看起来仍然像那个时代的老大 最近 周润发和吕良伟出现在一个活动中 我们可以发现周润发确实老了 尽管他的精神仍然很好 但粉丝们看到他脸上的皱纹后也哀叹时间的流逝 然而 细心的网民也发现了一个特点 那就是周润发和吕良伟差不多大 但是为什么吕良伟这么年轻 62岁吕良伟遇上63岁周润发 网友 自然老去和保养过度差距好大 熟悉他们的人也说实话 事实证明 吕良伟经常给他的脸注射药物 并使用大量的保养产品来 达到目前的效果 每个知道真相的人也感到很无助 毕竟 男人不是女人 这些瓶子和罐子的实际使用 有损于大哥的形象 62岁吕良伟遇上63岁周润发 网友 自然老去和保养过度差距好大 相反 周润发 这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即使他老了 他的精神状态仍然很好 这样的兄弟看起来更有男子气概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周润发 我可以想象 尽管这些年来胖哥已经变老了 但每个人的脑海中都会出现英俊赌徒的形象 62岁的吕良伟 会见了63岁的周润发 网民说自然衰老和过度保养之间有很大差距 周润发自然衰老 而吕良伟过度保养 62岁吕良伟遇上63岁周润发 网友 自然老去和保养过度差距好大 自古不管男女 追求美都市更古的话题 千百年前古人会用凤仙花染红指甲 各种花草做化妆品 而在如今医学发达的现在 为了保持年轻容颜 科学健身 整容打针都是非常常见的事 年轻时的坚持在年迈之时效果愈加明显 那么当63岁的周润发遇上 62岁的吕良伟 谁才是娱乐圈真正的不老神话呢 周润发与吕良伟一同出演过80版的上海滩 周润发饰演许文强 而吕良伟则饰演他的结拜兄弟丁丽 如今时隔38年 两位主演的面貌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当63岁的周润发遇上62岁的吕良伟 网友 差距一目了然 输得好惨 提起吕良伟很多人不自觉的想起了他的三段婚姻 第一段是与影星周海妹的10年非法婚姻 第二段与香港小姐亚军出身的邝美云的闪婚闪离只维持了不到一年 直到吕良伟遇上了现任妻子杨小娟 杨小娟曾是深圳商会的会长 资产万千 与杨小娟的结合 也让吕良伟也背负了吃软饭的骂名 不过吕良伟丰富的情史 对比他的保养之数却是九牛一毛 如今已达62岁高龄的吕良伟 静茂却看起来只有40不到的年纪 手臂肌肉健壮 面部肌肤光滑 毫无年迈之感 气质比年轻时的吕良伟有过之而无不及 站在寒庚身旁的吕良伟看起来就像是哥哥一般 硬汉形象呼之欲出 62岁的年纪还能靠脸 吃饭真的是非常难得啊 很多人不由怀疑吕良伟打针过度 不过吕良伟坚称是锻炼的结果 还曾在微博中将自己保养的方法称为神秘抗衰秘术给粉丝当作福利 看来确实是有所心得 然而周润发比吕良威只大一岁 两人差距实在是有点大 8月2日周润发出席了与郭富城的芯片发布会 虽然周润发精神上加 但是皱纹遍布 皮肤松弛 脸色辣黄 十分显老 而这还是周润发略 1月2日周润发